刚刚,两条关于火箭队的最新消息,一条让人兴奋,一条惹人争议,休斯顿火箭队的球迷今天有一个需要祝福的球员,那就是肖恩巴蒂尔,今天是巴蒂尔的40岁生日,说起来,火箭球迷对巴蒂尔,也是有很深的感情的。 当年姚迈时期的火箭,巴蒂尔的铁血防守,给了球迷非常不错的看球享受,尤其是和胡仁的揭幕战,巴蒂尔血染赛场,投进绝杀三分,更是一代火箭球迷的青春记忆,有火箭球迷就感叹说,如今的火箭,如果有一个巅峰巴蒂尔,又何具勇士,如此想想,还真是啊,就在刚刚,又有两条关于火箭队的最新消息, 一条让人兴奋,一条惹人争议,我们来看看,先来看看让人兴奋的,是关于安东尼的,今天训练师Chris Brickley在个人Instagram上传每一段休斯顿火箭队前锋卡梅罗安东尼的训练视频,视频中填瓜各种三分,接球虎顶三分,接球45度三分,接球底脚三分,反跑接球三分,简直是百发百中,随后打得兴起, 甜瓜还练习了自己运球三分,以及运球的中距离,视频中甜瓜没有投丢任何一个球,甜瓜有这么好的三分手感,对火箭队绝对是一个大利好,也让球迷很兴奋,有球迷就表示,甜瓜这投篮节奏和控制能力真是没话说,看好本赛季的得分超过保罗, 当然,也有球迷表示,甜瓜的出手速度有点慢,实战,对抗后还需检验,再来看另一条惹人争议的消息,是关于周琪的,2K今天发布了火箭所有球员的能力值评分,结果周琪只得到了66分, 要知道,周琪上赛季作为新秀都得到了68分,结果这次只有66的评分,当然,如果参考上赛季的表现,周琪是所有新秀里面效率最低的一个,是所有新秀里面命中率第二低的一个,命中率不到20%,三分命中率10%多, 这个评分也算客观,但是如果参考亚运会的表现,很明显,周琪应该可以超过70分,安东年和周琪这次都被2K看低,希望新赛季他们能用实际行动证明,能力值是打出来的,不是平出来的,火箭加油!